现在人们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少人都会选择在闲暇之时 带着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但是普通的汽车空间非常的狭小 这让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房车 在葡萄牙就有一对夫妻 耗时9个月建造了一栋移动城堡 在日常生活中 房车我们经常见到 但是带两层小楼的房车 你们见过吗 葡萄牙的这对夫妻 就把他们的卡车改造成了高层楼来当房车 而且他们把这辆房车称作为卡车冲浪酒店 他们可以带着一些旅游的人们 或者是度蜜月的夫妻出去旅游 这辆卡车的配备非常的齐全 而且还安装了遥控操作 房车的空间非常大 而且有厨房 餐厅 浴室 还有卫生间等设施 甚至连我们平时用的洗衣机都已经准备上了 二楼则是有多个卧室 并且提供了私人的储物柜和空调 而且里面的装修都是木制的 让人感到非常的温暖 就像是到家里一样 无论是在海边 还是行走在具有特色风格的小街上 都是别具一格的 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但是我们的家里就像是在一场 这一样的保持人家 一样的一样的 我们可以找到一样的